41岁梅根霸气喊话王室不让两个孩子奔丧,没有头衔不回来,英国女王嫁崩之后,哈里夫妇的地位瞬间下降了不少,几乎跟王室再无瓜葛,即使跟威廉夫妇一起亮相,四个人的关系也难以回到从前,今后恐怕只有扯皮和割裂。 41岁的梅根霸气喊话王室不让自己的两个孩子奔丧,宣称没有头衔不回来,查尔斯前脚刚刚宣布阿琪和莉莉不会拥有殿下头衔,梅根立刻就做出了反击。 苏塞克斯公爵夫妇此次归国是来参加欧洲之行,没想到被女王嫁崩搞乱了阵脚,王室F4组合一起亮相,让无数粉丝欣喜若狂,期待他们能够冰释前嫌,但是却被现实狠狠扇了一耳光。 当梅根被问到两个孩子是否会反应,给出的答案出人意料,大有几分跟王室喊话的意思,以安全为由拒绝让一儿一女奔丧,孩子至今留在蒙特西托豪宅中。 由于年龄太小的缘故,孩子们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,只能任由梅根安排。 不少王室专家分析,哈里王子已经彻底沦为小跟班,对梅根简直到了唯命是从的程度。 王室专家布莱尼戈登认为,按照英国王室的传统,所有亲属都要参加葬礼。 当年戴安娜过世的时候,哈里王子还是个12岁的孩子,却被女王强迫参加葬礼。 正是因为有这段不愉快的经历,让哈里王子意识到必须亲力亲为保护自己的孩子。 每日电讯报也爆料,阿琪和莉莉不会返回英国,也不想被外界打扰。 哈里王子回忆起戴安娜的葬礼,简直就是一场酷刑。 必须每天跟在母亲的棺果后面,给自己留下了严重的童年阴影,导致现在性格方面都有缺陷。 自从戴安娜王妃离开后,哈里王子几乎关闭了所有情感通道,跟家族成员越来越疏远。 无论工作还是生活,都产生了很消极的影响,甚至三观都发生了改变。 当所有的误解和指责都袭来的时候,哈里王子简直无处可躲,因此不支持孩子们奔丧。 至于梅根王妃为什么反对,还是跟查尔斯的态度有关,居然直接取消了两个孩子的头衔。 根据王室专家的分析,等到葬礼结束之后,凯特的三个孩子就会被册封。 全部获得殿下的头衔,梅根一脉却一无所获,甚至沦为全天下的笑柄,当然不愿意回到王室。 哈里和梅根已经离开王室,孩子们没有头衔也很正常,但是苏塞克斯公爵夫人却愤愤不平,一直以来都宣称被王室苛待。 如今孩子们没有头衔,自然也不会接过来参加葬礼。 查尔斯的继位演讲已经说得很明白,威廉获得威尔士王子的头衔,积身为第一顺位继承人,亲弟弟哈里却什么都没有,孩子们也被剥夺了头衔,这一切都让梅根度火中烧。 从王室的角度上看,对梅根已经仁至义尽,不光没有得到好评,反而收到的却是爆料和谩骂。 也许查尔斯国王明白,即使在后代梅根,对方也不会感激自己,人的欲望无穷无尽,梅根即使为孩子们争取到头衔,也会提出更加过分的要求。 查尔斯是个果断的君主,这一刻选择了唱黑脸,根本不惧怕梅根继续爆料,女王曾孙被人数众多。 梅根的两个孩子根本不起眼,来或者不来其实都无所谓,倒是梅根把子女当成筹码,试图跟查尔斯谈条件,没想到却被浇了一盆冷水。 只能说女王过世后,英国王室会经历前所未有的动荡,梅根就是那个可怕的外因,当初女王坚决反对这桩婚事,可惜哈里王子是个恋爱脑,一桩不着掉的婚姻,差点将温莎家族推入深渊。 41岁的梅根不是善查,如今时机已经成熟,必然会携天子以令诸侯,哈里和威廉地位天差地别,凯特成了梅根最极度的人,怎么会轻易善罢甘休呢? 根据英国媒体爆料,查尔斯有意让哈里夫妇地位降级,有着深远的考虑,等到威廉继位的时候,他们就彻底跟王室没有关系,也没必要天天刷存在感。 查尔斯虽然性格优柔寡断,但是这次却没有心词手软,直接回对了梅根王菲,双方的拉锯战还在继续,只是梅根手里的牌越来越少,这一仗几乎败局已定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